来来来 经典的剧情又来了 两出真实实力 随手秒杀反派 我其实已经进入猿鹰初期了 这个套路 好像和过去不一样啊 猿鹰初期 难怪你敢这么大摇大摆的来找我 金丹和元鹰虽是两个相邻境界 但实力却天差地别 完全不可同时而停的 这就是他有恃无恐的资本吧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 怎么 难不成你也有底牌 那是当然 喂 怎么跑了 不打了吗 别着急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队长 您怎么回来了 需要帮忙吗 当然 把你们的力量都给了吧 哈哈哈 竟然是天魔西灵宫 可怜你的同门 跟错了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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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击众人的功力 我已经突破到猿鹰中气了 鱼飞 你赢不了我 哈哈哈哈哈哈 放心 你跟之前那些挑战我的人一样 很快也会成为手下败将 别把我跟那些废物相提并论 我可是黑风会第七队的队长 哼 第七 这么靠后的排名 也敢拿出来炫耀 混蛋 等你瞧不起我 你死吧 群众收散得如何了 报告 除了林大师和他的两个随同人员外 其他人员收散完毕 为了国家安宁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怪物活着逃出来 只好委屈林大师了 传令下去 发射导弹 是 鱼飞 受死吧 魔星落 你以为 只有你会天魔神功吗 啊 怎么回事 这家伙为什么也会我天魔功的招数 就让你 尝尝你老祖宗的手艺 哈哈 太狂妄了 想将我的魔星砍破吗 即日是碎开的魔星碎石 也同样威力非凡 你看 还是死了这条心嘛 一道两道确实做不成威胁 但跟我比手速 还没输 这 这怎么可能 实不相瞒 刚才我一瞬间砍出去了 一亿四千三百七十八万两千七百三十三岛 再大的陨石 也会化为灰烬呢 真的假的 你还数了一下吗 嘘 骗他的 反正数量很多就是了 呃 好吧 主人的脑回路还真是惊奇啊 哈哈哈哈 现在我要用你的招数击败你 哈哈哈哈 我修行数百年魔功 你也敢搬门弄斧 那就让你看看 天魔神功最强的一技 呃 天魔大灭 我记得你们这个功法里 好像很多招式都比他厉害 比如 天魔狂农 你 你怎么会我天魔神功绝学 这一招 我只在古书里见过 你一定是冒牌货 我只是随手一挥而已 没想到 这小子居然真的放大招了 可惜啊 你这大招 还不如我的平A 不 这不可能啊 我不甘心啊 我不甘心啊 我 我不死心 你若潜心钻研 或许也会有所成就 但你竟敢妄想绑架遥光 该当何罪 导弹 是来消灭这个家伙的吗 还是免了吧 毕竟爆炸的危害太大 这种程度的威力 对我而言 没有意义 收 不是吗 竟然把导弹爆炸的威力消化 啊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不要慌 林飞已经把这个邪恶家伙制服了 让我们的人回来吧 林飞 不会做出对下国不利的事情 是 不是吗 竟然把导弹爆炸的威力消化 啊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不要慌 林飞已经把这个邪恶家伙制服了 让我们的人回来吧 林飞不会做出对下国不利的事情 是 啊 林飞 小能男 就给我个痛快 在你身上的污州快压制不住了吧 此时生不如死 想借我的手摆脱痛苦 哼 我偏不顺你的意义 你 你是魔鬼 没错 对待胆敢伤害遥光的人 我就是魔鬼 我不仅留你性命 还会治疗你 我要让你一直在痛苦中徘徊 不要啊 主人 你刚才那一招 是挡下了导弹 只是顺手把爆炸移到别的空间而已 这种事情 也能顺手吗 那不重要 现在 你们可以来报仇了 我童年黑暗的回忆 我爷爷的仇 不用手下留钱 我会不停的给他治疗 打到你们互相打为止吧 求求你 给我个痛快 我受不了了 说出天魔神功的消息 我可以满足你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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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年前 天魔神功副公主 投稿了东方太医 得到了一方小天地 因此 传承得以延续 对 副公主先世后 天魔神功一分为妻 各自为战 而我们追随了七公子 在这次斗争中隐落 所以你们逃离了小天地 是的 但在人界的日子 也并不好过 为了提升境界 我在一座墓室里 找到一颗仙丹 时曾想 那却是一颗废丹 我的境界因此被封印 无法提升 后来得知遥光女帝转世 才起了歹心 可我却败给了那个老头子 还中了乌咒 痛哭至今 说到底 还是为了一起私利 对无辜的女孩出手 我把我知道的全说了 快了解我吧 别怕 那就成全你 爷爷大仇得报 莫灵多谢主人 喂 你看够了吗 他发现我了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就算他是元英妻 也根本不可能洞察我的法术 万圣天尊转世 万圣天尊转世 复苏灵气 将会是你此生最大的失误 坤士的目光消失了 看来还是天魔神功 太开心了 我终于报仇了 咱们下一步去哪儿 回家睡觉 睡觉 要一起吗 丁准流氓 我也可以吗 怎么 不想睡的话就先出去吧 我打个电话 哼 原来真的只是睡觉的意思吗 喂 苏彩薇 红小薇的事情解决了吗 回禀天尊 她被我中伤后逃走了 这次她又袭击了一个小宗门 造成了很多人死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还把这个宗门里的所有剑灵都吸收了 天尊果然料事如神 红小薇在不断吸收剑刃内的精气 每到一处就到处搜罗宝剑 看来她已经有了吞噬万剑的体质 准备依靠血液剑绝将自身修炼成一柄魔剑 不过她自以为是在提升修为 实际上只是别人的工具吧 您指的是血液剑绝的撰写者 剑魔断沧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必惊慌 你只管守好山门 我去天元剑阁等她 原来如此 天元剑阁宝剑无数 更有划行索妖塔的塑影剑 您是为了保护她不被抢走吗 不是 区区塑影剑那值得我去保护 挂了 这次就不开任意门了 免得我比红小薇先到 却没意思 小伙子 好久不见呢 坐车吧 给你打酒车 走 嘿嘿嘿 坐稳了 老司机要发车了 苏采薇那个臭女人 下手也太狠了 再拖下去 我会没命的 必须 立刻运行魔攻 若不是本尊及时出手 你已经死在那丫头手里了 本尊乃是剑魔断沧海 你继承我的道头 还不快跪下磕头 您是 是 徒儿拜见师父 谢过师父救命之恩 起来吧 当年 我与剑坊江流云 争夺剑系最强之位战败 不得不将自己封印在血域剑绝中 我要你继承本尊的意志 现在 马上去当年本尊的剑种 我祝你 成为魔剑之体 起来吧 当年 我与剑坊江流云 争夺剑系最强之位战败 不得不将自己封印在血域剑绝中 我要你继承本尊的意志 是 现在 马上去当年本尊的剑种 我祝你 成为魔剑之体 谢师父 我的际遇来了 这是妥妥的主角模板啊 纯祸 等你祝救魔剑之体 就是我夺赦的最好时期 其实 我在杀到仙人剑阁 夺取素影剑 江流云 如今你早已陨落 又有谁能阻止本尊 哈哈哈哈 这些 皆是我手下白将的配件 这些戒意里的怨恨 连我都觉得浑身发了 哈哈 看来老子 果然跟对人了 这剑魔比斗雀弓 强千百倍 师父真是神威盖世 所向无敌 别拍马屁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 速速吞噬这些残剑 我会为你护法 助你一臂之力 是 师父 六公主 大事不好啊 六公主 大事不好啊 六公主 大事不好啊 我是一时心急啊 啊 我不管啊 你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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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 啊 啊 我说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六公主 麻烦您下次撒娇的时候 下手轻点 您这一拳 可是会要人命的 知道了 你刚才说二师兄怎么了 二公子下令 决定解除外出禁止 这么说 我可以离开这片小天地了 是 几千年了 我早就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但我们天魔神宫 树敌太多 六公主在外 务必低调行事啊 知道了 我听说 师祖万圣天尊也在外面 我要去见他 六公主 您的师父无冤 可是早就和师祖决裂了 那又怎么样 跟师祖决裂的是他又不是我 我送师祖一副绣花 他肯定会喜欢的 师祖一个大男人 恐怕不会喜欢女孩子家的东西啊 绣花这么好看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灵气复苏 此处一变最厉害 连山都飞上天了 没记错 那应该是小天地 天元剑阁了 当年广城紫薇镇压万魔渊 把自己的配件素影剑 化作了这索妖塔 只是如今 这天元剑阁 为何被滔天魔器所暴露 他们既没有向外求援 也没有加固万魔渊的封印 有问题 先搞搞清楚吧 再决定着天元剑阁 是命还是流 这是 护山屏障 哼 什么年代 还搞这些小把戏 此人实力如此之强 要赶快通报长老 眼神飞剑 放心 我并没有恶意 若想动手 你们刚才已经命丧当场 难道 他是一个好人 敢问前辈是何方高人 乌乃云华公飞云道人 此分前来 拜访天元剑阁阁主 是想请教一些剑术上的问题 先不要暴露身份 免得吓坏这帮人 那前辈为何没有穿云华公的服饰 服饰不过身外之物 红尘练心 才是体悟大道之举 红尘练心 书晚辈无礼 宁可有证明身份的方法 这招 你见过吗 这是 云华公仙术 乱云飞渡 前辈果然是云华公高人 年纪轻轻就学会了仙术 您真是天纵奇才 吹嘘就不必了 带我去见你们阁主 是 前辈这边请 不急 我看天元剑阁魔戚滔天 万魔渊恐有变故发生 为何你们却无动于衷 回禀前辈 阁主已经在筹备天元七星阵 要加固封印了 哦 是吗 天元七星阵的确可以用于加固封印 但 也可以彻底毁掉封印 带我去见你们阁主吧 是 进来 前辈 我遇见带您过去 请 请上来吧 这小姑娘驾驶技术明显不行 还想载我 我准备好了 可以走了 好的 你确定 没问题吗 没事 前辈做晚了 我一定把您送到阁主面前 快 前辈 就快到了 嗯 魔器 是从那个方向散发出来 前辈 您说什么 没什么 我去那边看看 我们不是要去见阁主吗 噓 别出声 你看那里 啊 是全长老 为什么被同门的师兄围住了 全长老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投降 要么上路 王长老 你竟敢和万伯渊的妖魔勾结 不怕阁主将你错骨扬灰吗 混账 只群叛徒 我要教训他们 等一下 先静观其变 说不定可以揪出更多的内容 长老 不如我们先假意投降 然后再死机而动 不可 既然这家伙放出此话 想必一定得了控制我等的手段 老头 有时候太聪明 可不是什么好事 程师兄 你咋背叛师父 师父 在这个天地 没有实力可活不下去 想活命的 现在立刻跪下来求找 若有不服 我可要释出射魂令啊 这可是陆木大人赐予我的宝物 呵呵呵 陆木 那是谁啊 被镇压在万摩渊的 持有八十一兄弟之一 那 那岂不是上古魔神 完了 社会里会控制我等心神 到底该怎么办 都闭嘴 就算以死明治 我们也绝不能屈服 谁要死啊 我投降 饶命啊 我也投降 什么 你们这些胎生怕死之辈 遇见乘风深自在 斩妖除魔天地间 广城祖师之讯不可违 今日 我要替师父清理门户 好一句祖师之讯不可违 真是侠肝义胆 后背凯磨 你是什么人 完全没有发现他的气息 此人使力如此高深 若是对手 恐怕难以对付 在下云华宫飞云道人 路见不平 想要拔刀相助 道友来的 正是时候 请飞云前辈护道 这位兄弟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小心丢了性命 我不爱管闲事 那还不快快离开 但我讨厌有人威信 看来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可知这是何物 好狂暴的气息 没错 只要吃下它 就能强行突破一个大街 这么好的东西 为何留到现在 难道是有什么副作用吗 算你有见识 算你有见识 扶下它就会失去人身 永世成为魔族 那我劝你还是做个人吧 今日就算成为魔族 也要将你诛杀在此 这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 不错 真不错 居然直接突破了金丹器 进入了原鹰器 我拼死等他一阵 道友快走 不必担心 这等境界 对我够不成威胁 前辈小心 好快的速度 我根本反应不过来 什么 竟然一招就把王朝王打飞了 垃圾 就该待在垃圾桶里 别出来恶心人 而等背叛宗门道友 与妖魔为物 理当受罚 既然在剑阁 就用剑来解决吧 我的剑 你想干什么 自然是 诸灭叛逃 救命啊 不想死啊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剑阁上下定铭记于心 誓死相报 你来吧 此事还没有结束 天元剑阁内 恐怕早已天翻地覆 什么 什么 众帝子听令 速速随我遇见 赶赶赴天元风 是 看来 还是晚了一步 什么情况 剑阁主死了 何人擅闯我天元剑阁 报上名来 乌乃云华公飞云道人 阁下可是天元剑阁阁主 正是本人 不知道有来此 有何贵干 阁主 你为何谋害剑阁主 他们怎么还活着 王长老呢 方通楼与万魔鸢的妖物勾结 妄想加害本阁主 或是迫不得已 装得倒是挺像 什么 剑阁主也判变了 劝长老 此话怎讲 王长老也与妖魔勾结叛教 多亏飞云道长出手相救 我等才逃过一劫 岂有此理 真是辱没我宗门风 多谢道友 救我宗门与水深火热之中 此人能解决王长老 还是先试探清楚 他的实力深情 再做打算 陆阁主 和妖魔勾结的人 到底是方崇楼 还是 你自己呢 道友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我堂堂阁主 怎会投靠妖魔 是啊 前辈 陆阁主 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这年头 说真话也没人相信了吗 我陆阴亭若是与妖魔勾结 今日便以死谢罪 血燃索妖塔 你确定 确定 好啊 那就让你们亲眼看见 师弟 你若是不愿与我一道讨厚 沐沐大人 我们二人便只能生死相渴了 这小子 居然会生活回溯这种逆天神迹 草率了 不愿提 孤可赦 当初 那 没有有机会 怎么会 这 这 阁主竟然背叛了剑阁 苏阁主 该你血燃索妖塔了 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我帮你啊 哼 我本想放一条生路 可你偏要找死 那就莫要怪我呢 说 你来我天元剑阁的目的是什么 取一柄剑而已 逛破你的计划 纯属意外 这么说 你也是为了速影剑而来的 说到底 你和我一样 都是为了一起私欲 怎么会 难道前辈 你想多了 速影剑的破铜烂铁 我可看不上 什么 竟然说 祖是广成紫的配件 是破铜烂铁 我不管你到底要什么 但既然要和我作对 只好宰了你 那就快点来砍我吧 我就站在这儿不动 能打败我 算你也 前辈 您疯了吗 万万不可轻敌啊 我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人 你可知我现在已经达到了 连前任割主都未曾突破的境界 难道 你已经进入了仙剑之境 没错 现在的我 已经可以将万物化为剑了 剑诀 三生万物 好强的威丫 挣不开眼了 傻瓜 竟然想徒手借我的剑气 下辈子 长点脑子吧 就这 不疼不哑 什么 你们几位最好稍微躲远一点 万一被波及 我可不负责赔偿哦 是 前辈 我们这次走 来 咱们继续 别走流程了 直接开大吧 这可是你说的 就让你见识一下 狂风剑阵 那是 仙剑境界的最强阵法 嗯 看起来倒是花里不少 希望威力 希望威力 别让我失望 消失在我的无尽剑气中吧 看见了吗 这就是狂妄的代价 前辈子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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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现在跪下来求我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谢谢你啊 这风吹得还挺难怪的 结束都是不错的 什么 前辈没事 太好了 你 你怎么还活着 我也想陪你玩玩 但你实在是 弱爆了 你 你说什么 你到底是谁 云花宫何时出现你这样的人物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知道你想解除万魔鸢的封印 什么 你布下阵法 难道是为了摧毁镇妖塔 是又怎样 现在才反应过来 已经太晚了 对对对 你给我闭嘴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得知我的计划 但只要七星针不成 我就会立刻被传送走 到时候你们能耐我喝 所以 你是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了 那是自然 前辈还请快快出手 不可让他逃走 不好 七星归位 大阵已成 各位 拜拜了您 此刻突然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就像那黑夜里面 星光一点点 不为看见山万水 沿海与桑天 不畏惧风霜冰雪 只为与你相见 翻开千点的回忆 想起了曾经 西洋下 西洋下散落的你 化作纷飞云 爬过万里的旅行 终于到变清 凝湿泽 凝湿泪湿的眼睛 在一起 看两个人的风景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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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